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 中國各地相繼派出醫療團隊 趕赴湖北支援 但近期的報導顯示 多地的病儀隊也趕赴武漢支援 這引發了對疫情死亡人數的擔憂 2月12號來自《公益時報》 中國《殯葬週刊》的一條報導 引發網絡輿論 報導說 河南省洛陽殯儀館 在2月7號舉行了一場簡短的抗擊疫情 遲緣武漢黨員突擊隊撞行儀式 另外 重慶也有殯葬服務隊趕往武漢支援 照片中 14名穿制服 戴口罩的殯葬業人員 站在重慶市一級殯儀館前 舉著重慶市原厄殯葬服務隊旗幟 另外一張照片顯示 大型殯葬服務提供商福壽源國際集團 重慶區域也派出了8名服務人員趕赴武漢 網友紛紛留言說 要死多少人才需要這種支援 真嚇人 先是醫護人員不夠 然後是收屍人員不夠 然後每天都在宣傳治癒人數增加 死亡人數下降 欺騙漁民 不需要方法 中共的戰略就是 您要全國的殯葬隊 不要美國的醫療隊 現據美國的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13號也發推特說 武漢八所殯儀館 其他視線也都有 一個多月 才多死了1068人就扛不住 得要兄弟省市派出殯葬服務隊 這哄誰呢 除了這篇報導以外 根據湖南蕭香晨報 旗下常德熱點新聞官號陳常德報導 常德市民證據也在2月5號要求是殯葬事務中心 抽調4名工作人員 隨時準備支援武漢工作 而襄陽等湖北省內城市的殯葬館 早已去支援武漢市署殯儀館 2月13號 當局公布武漢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數 仍然無法解釋殯儀館為何需要大量外援 而根據大紀元2月4號的獨家調查 武漢當地一家殯儀館從1月22號開始業務量猛增 已經達到平時的4到5倍 110名員工上陣24小時搬運焚燒屍體急需增援 由於中共封鎖消息 目前新冠肺炎死者的人數很難統計 但根據捷克公司Windy的全球交互式天氣數據顯示 武漢市充滿大量二氧化硫 外界普遍質疑 是火化大量屍體導致 但中共官方12號出面闢謠稱 空氣監測資料不實 中共對這個方面數據肯定是封鎖的 那麼民間做的一些研究啊 做的一些觀測呢 可以作為參考數據的 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獲得確確的記取數據 這個可能中共是要永遠封鎖出來的 但是從目前一些表現 一些信號來看 我們是可以進行合理推測的 按照香港大學醫學院的院長梁卓偉1月27號 他們的這個模型預測來講的話 是到2月4號的時候 武漢的病毒傳染的人數將超過25萬人 傳染的倍增的速度大概是6.2天 那麼按照當地的官方說的這個死亡率來講的話 大概應該有個2萬到2.5萬的死亡的人數 奇怪的空氣污染還不止在武漢 日本朝日電視臺2月12號報導 北京當天的PM2.5濃度 已經超過了日本建議民眾控制外出基準值的3倍 但當地的很多工廠還沒開工